不过眼下这么瞧着 你这伤倒是好了 但是你的脸色 怎么看着这么奇怪啊 煞白煞白的 莫非是莫冤回来了 你不开心吗 我挺开心的 我哪儿也不开心啊 那你怎么一副 魂不守舍的样子 兴许是因为 方才我用了法术 一时没缓过来 好了 童你说吧 不过是因为团子 童叶华生了一场嫌弃 之前团子在我那里 喝了两口果酒 谁知道 小孩子酒量那么差 他醉了七八个时辰 都没醒过来 我觉得这本不是 多大的事情 叶华看到了 就同我生气了 还是我没把团子 当成亲儿子来照顾 我一时气不过 就说了些重话 我让他 去找他的侧妃照看他儿子 别再来找我 那阿黎才多大一个娃娃啊 你给他为了那么些酒 醉了七八个时辰 都没醒过来 也不派个人抱叶华一生 而且你这个当后娘的 也不知了去向 他若心中没有半点起伏 那尾时也是个人才 按照你的性子 往常这种事 也就当个笑话罢了 可这次却赔了一身的风度 还端出了他那个侧妃 某足了劲刺激他 你这么反常的行为 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过 我上九重天这两日 气度确实大不如前了 看见那肃锦侧妃 全身都不对劲 也受不了叶华 她说了我两句 莫非我真的是吃醋了 还醋了这么久 你果然是吃醋了 你果然是吃醋了 不会吧 我整整大了他九万岁 如果动作快点 孙子都有他一般大了 我还想着 帮他那几房 貌美的侧妃呢 我还想着 四哥 若我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 当时他向我表白的时候 至少我心里应该有感觉吧 什么 他竟然向你表白了 好 能一眼看中我代大的人 这小子颇有眼力 说到年龄问题 我妈爹也大了阿娘 一万五千多岁 只要相貌登对就可以了 你们俩的相貌就很登对 你们俩的相貌就很登对 说到娶瑟妃这个事吧 从前哲言心心念念的 也要给我娶一个夫人 可是娶了很久都没有娶成 她应该是觉得 这四海八荒 没有哪个女神仙配得上我吧 你呀 天生就是少跟金的 于风月之事本来就不在行 我问你啊 她若走了 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叶华出来青秋的时候 确实是不习惯的 但想着 反正日后要同她成婚 都要住在一处 所以便随着她去了 白天的时候 她拉着我散步 她披公文的时候 我在旁边嗑瓜子 晚上再陪她下两盘棋 我想着 反正日后成婚 千秋万载都要这样过 也就渐渐习惯了 不过方才 你这样一问 我倒想起来了 叶华来青秋之前 我到底是怎么过的 今日看来啊 你十又罢九是 瞧上叶华了 不过你也不用这么纠结 叶华她既然当时 立下了誓约 若日后她不遵守的话 那这样看来 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走了 四哥 你放心什么呀 那她真的违背誓言呢 那我该怎么办 若我是真的对叶华动了心 那我白遣这十四万余年 岂不是越回越回去了 姑姑 我进了他们的山房 给姑姑做了一些小菜 快来尝尝 我们家小九真是好 尤其是这一手厨艺 你不在那一个月 我都快想死你了 我叶娘总说 把我留在青秋 让姑姑照顾我照顾的辛苦 这样看来 分别是我照顾 姑姑照顾的辛苦 就是这个味儿 我听米谷说 我不在的这些时候 都是太子殿下做饭 给姑姑吃的 这段时间 她的确辛苦了 姑姑你脸红了 没大没小 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姑姑你动情了 放酒来给姑姑倒酒 庆祝姑姑终于 铁树开花有心上人了 而且啊 这个心上人 还是姑姑未来的夫婿 真的是圆满啊 恭喜归恭喜 但这酒我就不喝了 为什么 姑姑不是心情好 心情不好 都可以喝酒的吗 再说了 都已经找到 摩原上神的元神了 这酒啊 自然是要喝的 因为我要不眠不休地 看着这劫破灯三日 所以我不能喝酒 这个劫破灯 我当初拿了 就是为了给 莫原上神用的 没想到兜兜转转 还真的用上了 姑姑是怎么得来的呀 是叶华亲自送来的 太子殿下亲自送过来的 不错 看来太子肯拿出这个刀 想必也是放下诉说 应该会对姑姑好的吧 不错 怎么了 小舅 我就是在想 这个劫破灯 真的有那么大的用处吗 你可别小看这个灯 你看 如今我不就是用它 来恢复师父的元神吗 也对 你也对你 你也对我 每年这个时候 多是宫里桂花开的时机 阿历每每这个时候 都会身上几疹子 务必用秋葵煮水擦身 才能缓和症疮 太子殿下每年都叮嘱 奶奶不会忘记的 下去吧